有人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小心眼的领导人 也有人认为张学良如果前往一线的战场 必然能够立下更多的功劳 在看到外界的这些争议以后 蒋介石的心里非常的恐慌 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将张学良放出来的话 两个人的关系必然不复从前 到那个时候 张学良很有可能会带头反对自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然要给自己树立一个极好的名声 再加上他的妻子宋美玲 也一直在旁规劝着蒋介石 最后他竟然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那就是要好好的对待张学良 据说他给张学良开了一个单独的银行卡 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打一笔钱 说是张学良的工资 这样一来 他就不是关押了张学良 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将他保护了起来 至少从发工资的这一点来看 蒋介石和张学良仍然是上下属的关系 除此之外 他还让人把张学良放在了一个别墅里面 只要张学良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很过分 他都会让人答应张学良